这天天气很好 小树蛙和狐狸猫相约一起骑脚踏车上学 小树蛙开心地骑着脚踏车来与狐狸猫会合 咦?狐狸猫买新脚踏车了?好好哦 小树蛙看着自己破旧又生锈的脚踏车 又望着狐狸猫闪闪发亮的车 心里觉得十分羡慕 看到小树蛙的样子 狐狸猫噗哧一笑 便说脚踏车的表面因为经过特殊处理 所以看起来亮晶晶的 接着狐狸猫从口袋中拿出一把亮晶晶的钥匙 对小树蛙说 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营钥匙 羡慕吧 小树蛙看了眼睛都亮了起来 好奇狐狸猫是怎么办到的 还记得上一章节学过的电解原理吗? 当我们用碳棒为电极电解硫酸酮水溶液时 发现金属铜会吸出附着在负极碳棒的表面 只要将负极电极替换成其他的金属 就可以产生类似效果咯 哇,那我们赶快到自然教室 试试看能不能做出自己的营钥匙吧 在制作营钥匙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用铜片电解硫酸酮水溶液的原理 实验开始之前 两人先用天平测量两个铜片的重量 狐狸猫将材料组装成电解装置 并将两个铜片连结于正负极导线后 置入蓝色硫酸酮水溶液中 接着小树蛙按下开关并观察 过了一段时间 正极的铜片似乎变薄了 而负极端的铜片上则有固体吸出 不过小树蛙要如何证明观察到的现象呢? 一幕前的你会怎么做呢? 狐狸猫告诉小树蛙不用担心 只要使用天平来测量铜片的重量 就可以看到变化了 接着狐狸猫将铜片取了出来 放到天平上 结果发现正极铜片的重量减少了 而负极铜片的表面上附着了一层薄薄的铜 重量增加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以铜片为电极 电解硫酸酮水溶液实验中 在负极端 铜离子得到电子 还原成铜原子附着在铜片上 使铜片重量增加 在正极端 铜片上的铜原子失去电子 释放出铜离子 铜片重量减少 纵合正负极反应 得到总反应式为铜加铜离子 经电解后形成铜离子加铜 乍看之下 反应物与生成物相同 实际上 负极消耗水溶液中的铜离子 与电子结合形成金属铜 而正极的铜原子 不断失去电子 释出铜离子 以维持溶液的电中性 如果比较以碳棒和铜片 电解硫酸酮水溶液的差异 会发现 以碳棒做电极时 正极产生氧气和氢离子 而负极产生铜原子 水溶液颜色因为铜离子被消耗而变淡 且pH值下降 而若以铜片做电极 正极产生铜离子 负极反应与碳棒相同 会产生铜原子 水溶液则因为离子浓度不变 所以颜色与pH值也没有改变 应用电解的原理 将导电体附着上一层金属的方法 我们就称为电镀 也就是以玉镀金属为正极 费镀物为负极 并以含玉镀金属离子的 盐类水溶液为电镀液 将某金属镀在负极的 另一材料之表面上 接下来 我们试着在钥匙上镀一层银吧 两人先利用天屏测量重量 接着组装电解装置 聪明的你 可以告诉小树蛙 银片与钥匙 哪一个要当作正极 哪一个是负极吗 电镀中 玉镀金属银片 应该置于正极 被镀物钥匙置于负极 并使用含有银离子的 硝酸银水溶液进行电镀 接着小树蛙按下开关并观察 一段时间后 小树蛙发现钥匙上 有银色固体吸出 实验中 正极的银片会失去电子 并释出银离子 来维持电解液的离子浓度 而负极接收电子 并吸出银 最后 它将钥匙和银片 放上天屏后发现 银片的重量减少了 而钥匙的重量增加了 仔细观察生活环境 我们的石 衣 柱 型 都会用到电镀的加工产品 例如 餐具 饰品 水龙头 飞机的部件 还有手机里面的电子元件等等 电镀除了能让物品的表面 变得光滑而明亮 还有防止金属锈时 磨损的保护作用 将整只钥匙电镀完的小树蛙 开心地拿着银钥匙 转身想去跟其他同学炫耀 却被狐狸猫制止了 狐狸猫提醒小树蛙 电镀液含有重金属 如果没有好好处理回收 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 例如民国75年的绿牡蛎事件 就是源于电镀工厂的重金属废水 所以在进行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戴手套 并且妥当地回收电镀废液哦 小树蛙人呢 等等我啊 接下来 再和狐狸猫复习一下 关于电镀的重点 电镀是利用电解原理 使金属附着在被镀金属表面 形成薄金属外壳的过程 电镀的功能使金属表面 变得光滑美观 预防锈时磨损 电镀废液含有重金属 需妥善回收 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最后 小树蛙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想想看 除了刚刚提到的产品之外 生活中还有哪些物品 也运用了电镀的技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